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听小刘说相声第60集 上礼拜对台湾棒球迷来说 真的是多彩多姿 话题满满的一周 我自己本来上礼拜一以后 看完一场补赛 隔天又爽看着张志豪 在三翔炮过了父亲节 然后晚上录音 本来预计礼拜三要上节目的 结果呢 先是一连串的球员交易的小道消息 跟一个香马链的小花絮接连传出 最后是台缸跟乐田的今天交易 更是霸气登场 吓到我本人就是失手收了 所以我们什么宋成瑞标速150公里 然后花莲三连站很少统一 周际球场的什么鼠来堡历险记等等 这些都不值一提了 我真的是不知道后 到新北三重重新入几段去了 所以就算了吧 就顶更一次 好那这礼拜节目呢 就来说说一下这个话题好了啦 哇讲到这个交易后 不得不说啊 我们的亢打大叔啊 真的是闲知哦 之前啊就有提过后 想要用这种优先议约 议约权的交易方式啊 那当下听到那个时候啊 说真的 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啦 但是应该实现的机会不高 但是呢就是这个但是 发生在现实世界里啰 那就想听听我们 神智大叔 航达这个想法的发想跟来由啊 在上礼拜最新上架的 大叔野球53节目可以听到哦 好那关于这交易啊 我们的在FB社团上 也有些留言 听说下一集会念留言后 那小刘我本人也是有留啦 那为了避免啊 被忽视跟跳过后 好了那自己呢 开头就来证一下这个留言后 我本人呢 大概这段的留言是 是想说是 我的留言是 红中赚啊 老板很挺 好虽然是很短啦 好啦那我先讲一下后 交易嘛 大家都会关心是谁赚谁亏啦 那以现在已经发生的 球员换队来说 那战力上呢 主委的加入啊 可以直接一军的出赛 那当然现在是 对乐天帮助很大啦 同时呢 台岗目前也只能打 俄军的比赛嘛 所以其实现在的感觉啊 我是没有觉得有 谁赚谁亏啦 那至于我为什么会说 红中赚呢 好那台岗球团喔 现在可以说是为了打造一支 红中的球队在运作布局啦 那老板这么的支持 那我是红种的话 还不觉得赚吗 因为彼此能够信任的关系 这个价值很高耶 好啦身为橡皮后 会想到这个啊 其实我是有点心酸的啦 也许今年是在 历经换注过后 会有橡皮跟我一样 有同感吧 好啦说为这个交易后 可能最后认定成败的关键呢 是在另一个 王伯隆契约的移转 这个目前说实在的 确实也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啦 那不过就像大部分人理解的 那台岗呢 一定是有跟大王本人 有探寻过意愿的啦 那明年能够看到他 回归宗旨的机会 应该是很大 好那讲到大王 明年会不会回来 这个不确定性喔 我本人呢 也真的相当认同 台南价学有讲过的啦 那这个交易呢 最不合理的地方啊 就是时间点不对这件事 时间点不对 怎么对橡皮来说 会那么耳熟呢 今年的五月 是不是也发生过一次 好啦好啦 就每件事情呢 发生都有个理由嘛 但是合不合理呢 现在老实说我们也还不知道 那也需要用时间去证明 所以对于这个话题 我认为这个热度 绝对是可以讨论很久啦 那不管是后面林子伟正式出赛后 他打得怎么样啊 那到了年底呢 像王立正这种年纪啊 还会不会再以球员续约 那甚至王伯荣 我觉得在近期啦 也在日本身上的一军啊 那他在日本打得怎么样 也是焦点啊 哇总之后 棒球迷在最近真是很幸福耶 真是讨论不完的话题啊 好啦那回到我们 其实讲那么多也是要回到 我们忠心兄弟的话题啦 上礼拜啊 12号啊正式就跟阿福 Thank you啦 那相信大部分 像米跟我一样都很不舍啦 好那不过呢 我就先就现实的规定讲一下 那中华职帮现行洋将的登录规定啊 每队呢可以注册4个人 那一军是登录3人 那同时上场是2人 好啦那这样子 为什么会再注销阿福 那大家心里就有数啦 因为我们现阶段啊 战绩的考量啊 确实是需要投手战力优先啦 尤其是羊头啦 好那泰勒呢 因为前两次的其中考表现得不错 那为了要让我们的新羊头 有上场测试的机会 那也只能做出这个选择了啦 好那讲到这理性面的部分 那我的看法是啊 中华职帮真的可以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开放羊将注册名额了啦 之前的考虑是说 会不会压缩到奔鲁选手的发展 我认为第一个 明年是有六队了啦 比赛也会增多 那球员轮流上场的空间也变多了啦 那第二个呢 增加的名额啊 是不是可以考虑规定是一定要是野手 也这样说真的啊 应该也不至于会挤到奔鲁投手的上场空间吧 那甚至还可以磨练到 土头对决与外国选手呢 好啦 其实这些大家都讨论蛮多的啦 那我不认为联盟没有考虑过 但是呢 回归到现实面啦 明年新球队 台光他本来就有多一个羊将的名额 如果这样的话 难道还要再多开放给他吗 好啦 所以我觉得讲归讲啦 也许联盟觉得真的要开放 也是要等到六队的赛制 稳定打了几年后再来评估吧 好啦 那讲回对弗莱西这个羊将的感觉 那对我来说啊 真的是很多年都没有看到 这么有亲耳劣的羊将了 那我觉得看他打球啊 已经是不只是欣赏他的球技了啦 那他跟队友啊 以及球迷之间的互动 真的是很有炫然力耶 那我们开玩笑啊 拿政治来比喻 之前不是有寒流吗 我觉得哦 弗莱西啊 这两年的中华职棒 真的是开启了他的一波浮流耶 也不是只有项米喜欢他耶 也常常听到别队的球迷对他的喜爱 那羊将呢 其实在中止啊 都是来来去去啦 那阿福哦 他可以做到 明明他就还想打球 可是就算他被解约了 球迷啊 还会帮他找起工作 当教练或者球探等等 就是希望他能够留在台湾 哇那这个这个就真的是人情味跟互动了啦 好那我们球队啊 有说啦 就是接下来会有提一些邀约给弗莱西 那就期待之后有没有机会再 welcome to fly Frankie 了 好那接下来啊 最后是来回顾一下战报啦 嗯那这两周累积蛮多场的 其实我就不要再赘述了啦 我想说几个可以 好的名场面 当成名场面的战况呢 我来讲一下好了 那首先当然很值得一提的就是 8月8号父亲姐那天啊 张志豪的单场三响炮 哦那一场啊 我们首局就落后了三分 那可是当天乐天的羊头霍尔啊 就算你会移动城堡后 那当天张志豪真的是化身成如来佛祖啊 那花苦山一来一去的 都是在他手上被看透透的 打得有够好的 那另外呢 王正顺啊 当天也掌握了机会 打出了生涯手轰 那这场呢 兄弟是火力放送啊 11比3击败了乐天桃源 好那至于行销部 后来出的张志豪三响炮今天商品啊 就见仁见智了啦 懂的就懂咯 接着呢 对魏权的三连战呢 也是打得轰轰烈烈的 那前两场呢 都战到了12局延长赛才分出的胜负 8月11号王威臣的在金安打 不但激励的士气啊 那也创下了跟父亲王光辉啊 在不同年的同一天 打出了在金安打 那更是这也是写下了传奇记录啊 好那这也是威臣 生涯的第一次在金安打 那就希望 他老爸的英雄命可以继续传承给儿子咯 最重要是我的感想啊 我好像觉得在这次在金安打之后呢 今年对战卫权 把那种可以赢球的气势又转回来一点哦 虽然隔天那场啊 也是打了12局比赛 还是输了 不过上礼拜最后一场啊 在我们新阳头艾斯特开箱的令人惊艳的表现下呢 就取得一次三连战的对战优势咯 总结到上礼拜天啊 我们下半期的战绩是八胜七败 跟富邦汉将还有热天桃园啊 是暂时未并列首位 其实跟最后跟五队的战绩啊 包含跟统一最后一名的统一也只有两场的胜差 全年部的部分啊 全年部的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是排名在第四名 那其实跟首位的全年战绩第一的统一 也只有三场比赛的胜差 所以是全年战绩 大家战绩真是有够激烈的 好啦那经过了下半季的 包含各队都包含洋将的补强啊 以及选秀的一些签约的补强啊 也许有些呢可以直接上场了 那感觉上就是大家的战力会越来越坚强啊 那比赛的精彩的程度也越来越好 好啦那就期待各球队跟球员的表现啰 总之啊 本集就是一个完全闲聊的一集啦 那因为 有时候你还是要维持一个更新的习惯啦 不然的话有时候真的会懒散 好啦那其实最近啊 我们有一些球员的个人表现啊 跟一些安排还有调度啊 很值得讨论啊 那我觉得就是下礼拜 我就该整理一下 那我们再来讨论 讨论看看好啰 好啦那之后啊 因为有机会啊 可以去上到处也有53组节目啊 当下来宾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 也许有一些话题的话 就是在跟大家就一起再来讨论看看啰 好啦本集的节目啊 就先聊到这边啦 那我们下周再见啰 按之所以张蕾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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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